下来关注国内的疫情走向 国内单日确诊病例连续三天 超过3万宗之后回落到二字头 昨天爆27,299宗病例 另外全国载有43人死亡 其中13人是送院前病逝 根据卫生部COVID Now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新增病例当中有129人 是第三到第五阶段的重症患者 同时一共有348名重症患者 在加护病房留医 其中203人需要插管 另一方面全国有5个州属和联邦指下区 包括了吉兰丹、马六甲、柔佛、吉隆坡 以及布城的病床使用率在50%或以上 其中吉兰丹的加护病床使用率高达94% 是全国最高